这里是位于哈萨克斯坦 捷特苏州的霍尔果斯 东门无水港 它就建在中哈边境的咽喉要道 也是中亚地区最大的无水港 简单来说 这个无水港就是提供给火车换装的地方 从霍尔果斯开过来的火车班列 有70%都是在这里完成换装的 由于身居内陆 哈萨克斯坦曾经没有出海口 商品进出口受到极大限制 2015年中哈共建霍尔果斯 东门无水港 它与4000多公里外的中国连云港 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连运通道 实现了中欧班列与港口的无缝对接 为哈萨克斯坦打开了扬帆起航的出海口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哈萨克斯坦 带来了更为可期的前景 预计未来这里的进出口量将增长5到10倍 港口大通道的不断延伸 让中国和中亚国家双向奔赴 实现豁畅其流 而中国的轨道交通 走出国门 则有效缓解当地交通压力 促进区域联通 在欧洲 去年3月正式通车的凶赛铁路 贝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段 将两城之间的铁路通行时间 从90多分钟缩短到了30多分钟 在东南亚 今年10月正式启用的亚万高铁 让印尼人骄傲地坐上了东南亚第一条高铁 将首都亚加达和万龙两地间的通行时间 从三个多小时缩短到40多分钟 这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 在海外建设项目 现在在我身旁的就是一伙要带我去万龙的 亚万高铁动车组 可以说看到这个动车组 让我既亲切又陌生 亲切是因为它跟复兴号动车组一样 采用的是中国方案 中国标准 陌生则是其中融入了许多印尼本土特色 我很骄傲 这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铁 希望以后能延长到试水等地方 有800万人口 600多万辆摩托车的越南河内 被称为骑在摩托车上的城市 混乱拥堵是河内过去的交通常态 2021年11月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河内轻轨正式开通 它的两端连接着市中心和郊区 让原本上下班高峰期 开车一个半小时 骑摩托车50多分钟的通行时间 缩短为不到半小时 太方便了 而且很干净 还能俯瞰整个河内 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走出去 不仅带来了更便捷 更绿色的出行方式 也通过人才培养 将专业知识与技术留在当地 行稳致远的中国速度背后 是深入人心的共建共享精神 我感到自豪和快乐 对于所有印尼人来说 雅加达到万龙有了新方案 对我来说 找到了全新的 而且很有前景的工作机会 在这个项目中 我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铁路建设技术 就算以后凶塞铁路建好了 我也可以用学习到的这些技术 找到其他相关的工作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是世界一流的 凶塞铁路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中国在我们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适合居住 我认为有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你会充分感受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就是不让任何人掉队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 铁路 轻轨 穿山越海 港口 桥梁 通达四方 六郎 六路 多国 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 基本形成 路 海 天 网 四维一体互联互通布局 不断完善 促进了中国和合作伙伴的双边合作 而对于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 一带一路是增加的收入 改善的生活 值得期待的明天 更是一条造福世界的繁荣发展路